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经理呢 这个经理他就reject 他是否定的哦 他是为了要否定 这个经理呢是拒绝 有看到吗 拒绝叫做reject 这个字画下来reject叫做拒绝 那拒绝还有哪些同意字呢 来各位复习一下咯 我们学过的reject可以等于turn down 第一课单字可以等于refuse 那接下来还有多一个新的单字 在多页会看到的叫deny deny这个字有否决的意思 所以否决跟拒绝也是一样 同意字 好那经理呢他是否决这样的一个提案的 他是reject the proposal proposal 红色这个单字叫proposal proposal叫做提案 所以我们的经理reject reject,refuse,turn down and deny deny the proposal 他对这样的提案是拒绝的 什么样的提案呢 就是to,to hand out hand out就是把手伸出去 把手给hand out伸出去 叫发送 他拒绝发送这个东西 to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在街道上的人 不要发送他们东西啦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因为这个举动 如果你发送全单 传单 because他认为he thought 他认为that 这个that是指前面这件事情 指前面这整句话 这整个发送传单的举动 是会掉价的 对不对 会decrease 会减少 decrease是学过单字 会减少 会降低 减少降低我们的value value叫做价值 会降低整体的产品的价值 他的意思就像LV 那种LV名牌 他们是不会在街头上面发送传单 对这个感觉就是好像是 只是一般的小商店 他们不想要让整体的product product叫做产品 不想要让product的价值呢 因为这样子而decrease就减少 好那各位我们复习一下单字 减少叫decrease 那这次月考单字有个叫增加 对不对 增加怎么说 增加叫increase 增加叫increase 这个是增加 然后这个decrease是减少 好那透过这样的选项 我们要发送什么比较好 来各位看答案 A contract是合约 嗯这个不对 发合约干嘛 liflet liflet 这个lif有个小叶子的意思 这是叶子 对不对 我们的小叶子 叶子是一片一片的 然后在街头上飘啊飘 所以这个字呢 又透过叶子这个形象来想象 就是传单 所以答案是b 答案是liflet 这是传单 好再来c呢 这个叫seminar seminar是研讨会 也不是 再来client是顾客 也不是 所以这题考生字哦 答案是b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七题 Mr.Anderson Anderson先生呢 他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他希望能够having a company tree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司的旅游到 Mellbourne Mellbourne 是墨尔本 这是澳洲 墨尔本这个地方 他希望能够有一个company tree 有一个员工的旅游 公司旅游 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公司旅游 to Melbourne 到墨尔本 但是没想到这个墨尔本的旅游呢 很soot was rejected reject 这个字是否决 被denied 被denied 被turned down 被拒绝了 这样的一个提案 墨尔本的这个提案很快的顺 顺势很快的 很快的就be rejected 就被否决掉了 因为大部分的人 most of the colleagues 大部分的员工 叫most of his colleagues 因为大部分他的同事 colleys叫做同事 大部分的同事都是want a tree to Tokyo 大家都想去东京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这一题要填动词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a contracted的是签合约 contract contract是合约 当作动词是签订合约 terminate terminate 自尾加上d 过去是terminate 是动词叫终结 再来proposed 自尾加上d 过去是proposed 提议 对答案就是c 答案是c 因为Anderson先生呢 他proposed 他提议能够having a company tree to Melbourne 他提议要去呢 提议员工 提议公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公司旅游到墨尔本去 但是他却被reject被拒绝了 所以这题答案proposed比较好 好 再来display 什么是display display是展示 展出 同意字就是exypt exypt exypt 这个是展示出来 展览出来 所以我们的a b 珠都是意思不适合 再来我们看到第八题 health an hour after the meeting 什么叫做health an hour health an hour health是一半 这个字是一半 an hour是一个小时 把一个小时切一半就叫做半小时 所以health an hour after the meeting 什么叫after the meeting 会议之后 在开完会之后的半小时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在会议结束后的半小时 所以health an hour after the meeting 在会议结束后的半小时之后 这个Mrs.Foster 这个Foster小姐是个做事有效的 这个Foster小姐是个做事有效的